本期节目呢,咱们再来说一桩水泥藏尸案 其实严格来说呀,这不能算是水泥藏尸啊 这算是钢筋混凝土藏尸 大伙都知道,过去那些年头啊,改房子啊 没有现在这么结实 它不是现在这种钢筋混凝土打这种框架 原来就是一层一层落砖就完了嘛 现在呢,都是先弄那个钢筋 弄成一个框架出来 最后什么水泥啊,石灰啊,咱也不懂啊 反正弄得酱酱忽忽的往里这么一贯 就成行了这个特别的结实 咱们要说的这案子得从09年10月17号说起 这一天下午四点来钟 在河南省洛阳市关林镇刘福村附近 有两个呀,石荒的人 这俩人平时靠什么维生呢 就靠捡这废弃的水泥块为生 一般修房啊,架桥啊 有多余的那水泥块 水泥块里边,它不是得绑着钢筋吗 钢筋这玩之前呢 这俩人呢,就见着这废弃水泥块啊 把外边的水泥呢,给他凿了 把那钢筋呢,给他弄出来 然后换钱去 这一天呢,他们在刘福村附近正西高速的一个铁路桥底下 就看见有那么一个垃圾堆 大的垃圾坑 里边有一些废弃的水泥块 那得了吧 这又看见买卖了 上去赶紧弄去吧 于是呢,逃出来辅月勾插边捡垂抓的 是吧 就开始砸呗 砸来砸去 哎哟 怎么还没见着钢筋呢 这活干的可不辞实啊 这家伙豆腐炸工程偷工减料 接着砸吧 越砸越觉得不对劲 让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 这钢筋混凝土里边啊 是空的 这里边可有东西 软软乎乎 什么呀 一眼就看出来 是人的尸体 这可把这俩人给吓坏了 赶紧就报了警了 河南省洛阳市的公安机关 立刻就成立了1017专案组 派出了80多名精兵强将 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察 随后就发现呢 在这水泥块底下 还压着一个编织袋 这编织袋打开之后 也是一块一块的尸体的那尸块 这时候民警都傻眼了 这什么情况啊 咱们这可不容易发生这么恶性的案件呢 到底是什么人把尸体浇注在这水泥块里呢 那么死的又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要扔到荒郊野外的垃圾坑里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咱们之前多次说过 遇上这种杀人案 通常三种 为情 为财 为仇 一般情况之下 为财 比如说抢劫杀人 绑架杀人 用不着这么大洞干戈 那么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 还是挺大的 并且这一杀 可是杀了两个 为什么呀 把这尸块弄过来 这么一检查 这么一拼凑 其中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杀了两个人 还大谢八块 这种案件实在是少之又少 警方呢 随后对水泥块里的尸块和编织袋里的尸块 都进行了检验 发现都是这两个受害人的尸体 其中男性受害人 差不多五十岁左右的年纪 身高应该是在一米七左右啊 一米七以上的个头 那么女性应该是三十多岁 身高不足一米六 根据现场以及尸体上的种种的表现 最终警方得出结论 案发现场距离抛尸地点 应该是十几公里左右 所以方圆十几公里之内 所有的村庄都有可能 那接下来就甭干别的了 赶紧搜寻吧 第一个是查诗员 第二个就是查嫌疑人 2009年10月29号下午 一个村民呢 姓邓 就给警方打来电话了 说看见你们 发出去的那公告了 感觉啊 挺像租我家房子的那俩人啊 那俩人呢 从年初的时候可就找不见人了 跟你们那描述的特征呢 还挺像的 于是警方立刻就赶到了这个村子 和这个村民邓大姐详细的沟通 邓大姐就说呀 那男的呢是河南浦阳的 平时呢也拦点小工程 干点小活小买买 没活没工程的时候啊 就倒点水果卖水果 女的呢就在他们村的服装厂里边打工 这个房主邓大姐说呀 差不多农历二月份的时候就见不着这俩人了 这邓大姐呢也急得不行了 为什么呀 别说新一年的房费了 前一年的房费还欠了半年呢 那么再问问这俩人多大年纪吧 这男的呢 52 女的呢 34 身高啊 长相啊 哎都差不多 所以 从邓大姐这房子里边失踪的这俩租户很有可能就是遇害人 并且通过对现场进行勘察 还有一点很奇怪呀 这两个租户的生活用品呢 都在屋子里边了 包括身份证 什么银行卡都在房子里了 这就说明什么 他们在失踪之前压根就没想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两个租户跟这受害人的相似性至少达到了90%以上 但是由此来判断啊 这就是受害人那也是不行的 什么事啊 得讲究证据 于是民警啊 就开始派出人去到这租户的老家进行相应的调查 同时另一路人马呢 留在家里边得继续查证这两个人都有什么社会关系 跟人有没有什么社会矛盾 就在排查的过程之中 有一个人浮出水面了 咱们先说这俩租户 一个姓范 就叫老范 另一个呢 姓田 叫田凤 一路警察到了他们老家之后啊 得到了一些让人感觉比较意外的消息啊 当地的村民呢 对这老范跟田凤呢 口碑都不是特别好啊 评价都不高 为什么呢 这田凤啊 不是别人 是老范的侄媳妇 俩人呢 勾搭上了 你想吧 啊 这老范跟自己侄子的媳妇勾搭到一块了 那在村子里边待着 那也待不下去啊 再加上本来就在外边挣钱 俩人出来 就过上了这种情夫情妇同居的日子 你想想这老范还有脸在家里边待着吗 到了洛阳这边之后呢 反正在村子里边一住 人们谁也不认识啊 但是据这个村子的村民反应 说跟老范和田凤啊 住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人 是一个小伙子 姓杨 大伙呢 都跟他叫小杨 自从这老范和田凤失踪之后 没两天的功夫 这小杨呢 也失踪了 不过小杨啊 其实呢 很早就不在老范这住了 自己啊 又找了一个出租屋 租在这里边 暂时的就住这 经过排查 警方呢 就来到了小杨的这个出租屋 进行搜查 发现了一些东西 跟现场的一些证据啊 还是比较相似的 小杨住的这个屋子里边呢 就是农村普通的那种土地啊 就是泥土地 然后在这地面上 发现了一些土渣子 还有土胚 还有一些土屑啊 就土的粉末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 呃 那个悬疑记活动直播的时候 我讲这个现场证据 讲现代行侦技术里 其中提到有一个分类 就是泥土证据 通过这个土质 就能够检验出来 大致这个土质来源于哪个地区 通过这么一化验 这土渣子 土屑啊 还有这土胚 跟那个抛尸现场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另外呢 在小杨这住处啊 发现了一个深蓝色的那种 大棉袄 这棉袄上呢 少了一个扣子 而当时在抛尸现场 也就是在那水泥块附近的 那个垃圾坑里 也发现了有一枚 一模一样的扣子 至此小杨的嫌疑 是越来越大 安徽调查回来的这侦察人员呢 不仅是把侦察消息带回来了 同时也把老范田凤 直系亲属的DNA 也带回来了 与尸块进行鉴定 没过多长时间 鉴定结果出来了 证明啊 DNA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水泥块里的这尸块 就是老范和田凤 现在等于说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小杨的 这小杨呢 平时干活挺卖力气 人员也不错 但是老范和田凤失踪之后 这小杨大伙也就看不见了 大家呢 一直在疑惑一个问题 口碑挺好 人员挺好啊 并且老实巴交 踏踏实实这么一人 他会是一个杀人犯吗 甭管怎么说 还得顺着这条线索 继续调查下去 可就在这时 案件调查陷入到了一个停滞的状态 这案件该如何突破 民警们哪是抓心脑杆 就在这时候 计真部门呢 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说从老范的电话本里面 发现了一个电话号 上面标注的名字 就是小杨 而对这个电话 一进行查找 发现这个电话啊 目前是一个姓田的女的使用的 既然抓住这线索 赶紧进行调查 姓田的这女的 跟这个小杨 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是查来查去 让民警啊 大失所望 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啊 老范电话本上寄的那小杨 跟作为犯罪嫌疑人的那个小杨 那根本不是一个人呢 这也难怪啊 姓杨的很多呀 我相信我们所有听友身边 总会有那么几个人 大家都习惯性的叫他小杨 于是呢 民警也调查了好几个 认识老范 认识田凤的小杨 可查来查去 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 都不是村民们所说的那个小杨 等于查了半天 这凶手还是没找到 后来啊 就有知情人就说了 说这个小杨啊 原来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提到过 他好像是在安阳那边干过 是不是也在濮阳那边干过 反正听他提过一嘴 警方呢 又根据这个线索继续追查 总之啊 是经过大量的工作 最终发现 这个小杨在山西林坟 河南浦阳 河南安阳等地都呆过 并且在这三个地方用的名字还是不一样的 在山西林坟 他说自己叫杨树国 在河南浦阳呢 他说自己叫杨守国 而到了河南安阳 他说自己啊 叫杨国 在这儿呢 咱们额外的提一嘴 这个小杨啊 从小到大 没怎么上过学 基本上不识字 所以呢 他想着给自己取假名字啊 并不容易 那么很可能 他就是真的姓杨 至于这名字嘛 可能是真的叫过这名字 那么起假名字的时候呢 也就换一个字啊 换一个音也就完了 于是警方顺着这个思路 又继续侦查 看杨树国 杨守国 还有杨果 都有一个共同的字 什么呀 果或者是果 那么就在全国人口信息网上查吧 哎呦 这一查呀 又查了大半天 发现可疑人员之后 又进行层层的筛选啊 最终发现都不是 他既不叫杨什么果 也不叫杨什么果 警方这时候啊 就又反弹了 哎呀 他到底真名实姓是什么呢 哎 对了 我们之前假设的一直是他姓杨 他的名字应该是带果子或者带果子 那如果他不姓杨呢 再加上他没什么文化 自己取名字有困难 那么有没有可能他用的名字 是他曾经见过的认识的人的名字呢 有没有可能是通过那些人给自己取名 于是就又进行调查 最终发现 刑阳 有一个人叫杨树国 警方找到杨树国之后 拿出来这小杨的模拟画像 给这杨树国一看 杨树国 哎呦 像 真像 像谁啊 像我原来打工时候啊 认识的一个工友 那你这工友叫什么呢 叫什么 不知道 反正都跟他叫小鱼 哦 对了 警察同志啊 前一段时间呢 一个工友给我打电话 说在上海 扎北的一个工厂 见过小鱼 那那个工友跟你说是扎北什么工厂了吗 我也没问这么着 我再联系他 我好好地问问 又联系上了那个工友 详细的信息都得到了 于是啊 洛阳警方派出了一路侦察人员 立刻赶到上海扎北 可非常遗憾的是 到了扎北 人工厂说了 哦 那小鱼啊 五天之前 刚离开这 那去哪了呢 听说呀 是去了安徽复阳了 于是警方又抽出精感力量 开车去安徽 对这个小鱼进行抓捕 2009年11月1号 中午一点多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终于是在汽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发现了这小鱼的踪迹 这小鱼啊 是山东阳谷县人 本名呢 叫鱼牧师 从小啊 也没怎么上学 十几岁的时候 就出去打工去了 生活的 确实也不容易 但靠着踏实肯干啊 这日子呢 过得也还算可以 后来到了洛阳 偶然的机会之下 就碰上老范了 老范呢 看小鱼挺踏实 就让小鱼啊 跟着自己干 并且还跟他说了 小鱼 这么着 你以后啊 跟着我干 你呢 当我干儿子 我当你干爹 以后有什么事 我照着你 随后这小鱼 鱼牧师 就跟老范田凤 一块住下来了 靠着一身的力气 靠着吃苦耐劳 他是肯干 不长时间 人就攒下了 两万多块钱 后来这老范呢 就看上小鱼 这两万多了 我说 小鱼 干爹啊 最近有个好生意 肯定是能挣钱 这么着 你这两万块钱 放你那 也不能钱生钱 放干爹这 那就能钱生钱 你啊 把这两万块钱给我 就算你入股了 过不了多长时间 让你挣两个两万 三个两万 鱼牧师一想 我干爹还能骗我呀 于是把这两万多 可就给了老范了 但这老范只想要钱 他去哪儿做大生意去 没这门子事啊 就想着把钱弄过来 这干儿子不要也罢 钱弄过来了 找了个借口 把这鱼牧师小鱼啊 就赶出家门了 小鱼生气归生气 但日子还得过 自己啊 就租了一个民房 然后呢 用仅剩不多的钱 买了一个电三轮 就给别人拉活 后来有一回啊 拉活的时候啊 这腿呢 给摔伤了 正好这一天呢 老范去找他去了 老范一进门 小鱼 小鱼 你那电三轮 给干爹用用呀 小鱼这时候看见老范 你还干爹呢 你欠我钱不还啊 不行 非得把钱还给我 钱还给了我 你这车就弄走 你要是不还我这钱 这车就不给你用 而老范一听 我说小兔崽子 你有没有良心呢 这车 我是必须弄走 啊 于是一个上去就要推车 另一个呢 就紧在那拦着 说什么也不让推 俩人三言两语的 就吵起来了 随后可就打在一块了 因为这小鱼啊 腿受伤了 老范呢 抓着这个小鱼的领子 就往后边推 这个小鱼啊 还真是挺执着 你不是不给我钱吗 我就不让你推这车 反正你揪我的领子 我揪你的领子 后来呢 老范让小鱼松手 小鱼说什么也不松 俩人反正你争我夺的 一不小心 就都摔倒在地上了 小鱼啊 这时候也是傻红了眼了 正好看见旁边有块砖 吵起来 吵着老范的脑袋 啪啪就砸了过去 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啊 这老范早被他拿板砖给拍死了 他这一看 哎呦 犯下大罪了 不行 我得跑啊 不过再一想 我这要跑出去 我得花钱呢 我得要钱呢 再者说 他还欠我两万多呢 他呢 就到了老范家 找到了田丰 他呢 想了一个借口 说那个干街啊 到我那去借车去了 结果突然不舒服啊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我家躺着呢 你去看看去吧 田丰 跟着就去了 一进屋 这个小鱼 可就揪住田丰了 就让他还钱 你欠我两万多 田丰呢 也挺泼辣 嘿 想要钱 没有 你 你不给两万 你给两千也行 两千 没有 哎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说老范病了 让我过来看看来 老范在哪呢 啊 我跟你说 你啊 别惹我 老范饶不了你 我听老范跟我说了 还想找人弄死你呢 给这小鱼气的呀 拿胳膊狠狠的 就勒住了田丰的脖子 就这么活活 把田丰给勒死了 勒死之后 这傻俩人两具尸体 怎么办 这尸体得处理了呀 要不让警察找着了 我这命可就也没了 于是呢 两天以后 把他那电三轮给卖了 卖车的钱 买了七袋水泥 就开始处理 又过了两天 等这水泥块 真正的凝固了 弄死似了 这才搬到了 那个大的垃圾堆那 就扔那了 随后呢 就是东躲西藏 过上了逃亡的生活 小鱼被抓获之后啊 也非常的后悔 他说 我到现在才明白 我更应该通过法律途径 来维权 要我那两万多块钱 但是 因为我没有亲情 没有人给我引导 第二点呢 我也没上过学 也没文化 也没有什么法律知识 这才注下了大错 不过我们再说回来 后悔 在两条人命面前 那太苍白无力了 其实很多事情啊 很多悲剧 很多血案 都是用这种小的矛盾引起的 处理这些矛盾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实在不行 还有法律手段 有法律途径 能够替我们维权 道路千万条 选来选去 咱们可别选 这害人害己这一条啊 都一定会受 qualifications 侍然不出对 这支 分实在 在翼里做 写 水 水 水 宝录